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帮这些轻熟男们选车 艾大 首先你要先推荐给轻熟男们 你认为哪一款车型是最适合轻熟男的 因为我已经过了轻熟男的年纪了 但是你曾经也是吗 曾经当过轻熟男 所以有点惊艳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像冠宜所说的 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变迁 可能晚婚 可能独生 甚至两夫妻像小叶这样子 顶客族 两夫妻就不生孩子的 这个顶客族 甚至刚刚冠宜讲的2加1的这个加1 又是小叶代表 这加1可能不是加一个孩子 是加一个宠物 这都是各种不同的组合的模式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适合 所谓在这样子的一个 试婚年龄或者是已婚的 轻熟男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个人反而会比较推荐这种所谓的 跨界型的休旅车 为什么呢 因为跨界型的休旅车 我们知道它的车身尺码 稍微算是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小不代表的是空间不足 空间其实反而是大的 因为车身尺码小 第一个价格 负担上比较轻盈一点点 第二个车身尺码小 操控起来比较灵活 第三个它是休旅车 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再来这种所谓的跨界小休旅 通常具备的有什么 比较运动化的跑格的氛围 让这个车子的操控性 跟整个使用的状况 是更加的灵活灵巧 所以我觉得这个 比较适合这个 轻熟男来去自驾的使用 甚至因为你的车子不会太大 你的另一半想要驾驶的时候 不会造成另一半的负担 而空间表现却又绰绰有余 的确 CUV是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车款 但是身为轻熟男的小夜 而且又是顶客族 你现在会推荐给跟你差不多身份的朋友 是什么样子车型 好听到这个 你刚才介绍我很开心 说我还算轻熟 我原本我算是干事熟成的 轻熟男的 已经干事熟成了 对好 不过以我的例子来说 我确实自己也是选择先贝车 因为像刚才关于说 因为我本身是顶客族 我觉得先贝车在 CUV 还没有发达到现在这么流行之前 确实也是很多像这种年轻族群 或者是手购主要 或是轻熟男主题的这种族群来说 很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先贝车多年来 就代表一个比较年轻的世代 而且我觉得先贝车很棒的是 它可以说进可攻退可守 比如说像先贝车有发展出一些 比较高底盘的 像最近Focus Active 这种比较高底盘一点点 跨界的异味的先贝车 甚至还有比较低趴的 性能异味比较强的GTI 或者是Focus ST 这种比较强性能的这种先贝车 所以其实先贝车的范畴很多 选择性多 也可以符合更多不同 轻熟男的选择 所以对我来说 先贝车其实还是轻熟男一个很棒 可以彰显你年轻率性的一个很好的代步选择 小叶推荐是先贝车 但是要符合都会代步 而且又要能够兼顾家庭来使用的话 那这些条件都能够满足郑杰 你是不婚主义者吗 是 目前是 目前是 还是未来即将不入家庭 对 这个不能够想肯定 对 所以我不敢说跟你讲 你用文你会推荐什么车型 要我推荐的话 其实说真的不管什么年龄层 我都想推荐Coupé 因为我心中就喜欢跑车 但是因为要顾及实用性 我们要推荐给消费者或者观众的话 一定是要持平来讲 所以最接近Coupé的 但是又要有实用性的车子是什么 那只能是三箱车啦 四门三箱车子 所以我会推荐像是比较中小型的房车 甚至是带点跑格 有点Coupé-like的这种 Photo Coupé感觉的车子 现在以前觉得这种车都很贵 以前什么CLS啊 什么都很贵的 三四百万 但现在其实慢慢慢慢的 其实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连Centra 都有点Photo Coupé的感觉 是 所以说你要帅气 然后你当然是车子三箱 车子越长 重心越低 看起来我觉得相对就会比较帅气 然后房车的实用性 反正从小到大大家都一定摸过很多房车了 你说他真的不实用吗 他也不至于到不实用 对都用了十几二十年 怎么可能会不实用 尤其是刚刚讲的 亲手男可能要面对小家庭的 或者是生小孩的这些负担 不能说负担 应该说这些需求 全力的负担 对 其实三箱四门车还是很够用的 所以我推荐三箱四门车 现在我们看到了各个专家 其实他们有不同的见解 包括有CUV有人推荐 也有人推荐先辈车 也有人推荐是这种中小型的房车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专家们 他们到底带了什么车给大家 我们先请小叶带着我们来看一下 他认为先辈车的确是亲手男最佳的选择 的确在台湾先辈车 很多有型的 或者是年轻的朋友 顶客族 他们都很爱选先辈车 尤其是这一款Mazda3 真的而且我们先来讲一下亲手男这个名词 亲手男我觉得很关键是亲 他是怎样 外型还是有年轻的造型 对不对 熟是他经过一定的社会历练 其实他对于很多万物的价值 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些定见 所以他会了解说 我还外型很帅气 然后一台车的价值在哪 他也很懂 价值他会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Mazda3这一台车确实是一个很好 来作为介绍的一个范例 我们都知道 因为虽然说美感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你看他这台车 有曾经获得过设计风云奖的车手 对不对 而且在现在很多讲求 more is more 的设计元素里面 他却可以完全反其道而行 他用很简单的线条 去带出整台车的特色 对他反而是less is more 兼发美学 对你看现在我们导播 帮我们拍的这个车头设计 去比较现在现场的两台车就好 你会发现 他真的是简单到不行 对而且他的折线非常非常的少 对啊 可是我觉得很难的是 用很多的折线 带出一台车的美感不容易 但是你要用很少的线 去带出一台车的设计美感 我觉得那个就是功力 没错 因为像很多的那种室内设计师 他们都认为 用最简单的方式设计 然后能够呈现出质感是最难的 真的是这样子 对好你看我们除了这样车头 而且我觉得马自达3很漂亮的是 你要从 不能从完全从正面看 你可以从45度看 你也可以从后方45度看 你会发现他的很多车身折线 是在不同的光影下才会出现的 对我们如果你看 虽然他的比如车側没有折线 可是在光影底下 因为他的板件有一些 有点类似 身体的曲线那种感觉 对 所以你会发现他车身上 没有很锐利的那种 折的线条是没有错 但是你会发现他很多曲面 而且你知道我平常停车的地方 斜对面就有一台马3 我每天回去经过他看的时候 我在不同角度会发现 他折线不同的光影 都会觉得这个设计师 当初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 到底是经过多少的思考 对台内设计出这样子的车型 所以说很多人说 到底混动混动 自打混动是什么样的概念 你亲身看 而且你要在不同的光线下看 你会发现不仅烤漆 他的板件好 都是展现出这个设计师的思考 而且他的车色 也会有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确实没错 所以他连当初 在这个车身板件设计的时候 他把不同的颜色的 区考试出了不同的变化 都想在内 当然其实我们发现 现在新世代的Mazda 他们希望能够朝向豪华品牌 来卖进 除了外型上面 其实大部分的人看了 都会很喜欢之外 他在内装的进化上面 是大家非常有感的 好 没错 因为我们今天打到棚内 这台是99万 旗舰进化型 所以其实在整个内装的布局上 配备都是满配的状态 但是你进去到车内 他有没有符合一台 百万名车的概念 或许你进去就会觉得 这台车的内装设计 跟外观一样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用手指 去摸出每一个的设计面 你用听了像他方向灯的声音 你觉得他都是有精心设计过的 就高级车打方向灯的声音 对 真的 而且好 我们说这台车 马自达3以前常会人家 在上次代比较 人家构变什么 他的空间 可能比较不好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刚才说的轻手蓝定义是 他可能是两个人的使用 或者是2加1的使用 所以这个世代面 虽然说他的空间 但同级比起来 或许他不是第一名 但是我觉得 以我们刚才的主题设定来说 他的空间是够用的 所以也适合家庭来使用 对不对 然后在多位代部的时候 因为他的车格又刚刚好 对 要停车到那种比较机械的停车位 也可以 我觉得他唯一可以被 可能如果说同级的 我们现场的一些车款 比如说T-Rock也好 或是像2GC Coupette-like的车型来说 可能第一个是他的 后行李箱可能空间稍微不足 因为毕竟 这台车的后行李箱可能是 327公升 所以如果说 如果你要硬跟同级比较 确实不够 但是你要想想看 比如以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就是开这种前辈车型 我们两个后箱空间使用 其实很够了 除非你真的是怎样 你真的要重录影 可能要帮娃娃姨 是什么有的没的车子 其实都还是够 真的吗 娃娃姨也放得进去 第二排座椅当然是没有溫 后座当然是可以放这些东西 你在第二排放 在高通安全座椅之后 你后箱还是可以放很多空间机能 而且你不要忘了 像这种车型 像比如说有些 这种车款比较跨街风格 像还会有车顶架 可以装车顶箱 你后座椅身材还可以倾倒 所以他整个空间机能布局上 对小家庭 对我们今天所说的 亲手男的身份来说 我觉得真的都很够用